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此可见玄冥神掌不俗 但是也有一个地方让人很纳闷 在一天中只有张无忌一个人被玄冥神掌打成重伤 而后再也没听哪个人被玄冥二老用该掌法打的重伤 那问题就是玄冥神掌非常强 为何只有张无忌被重伤 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 首先张无忌当时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孩子 被玄冥二老掳走 而贺比翁在遭到张三丰出手救张无忌的时候 情急之下就出手用玄冥神掌打伤张无忌 很明显当时的张无忌完全没能力抵抗 是任人鱼肉 另外贺比翁也是按着必死的目的伤害张无忌 这样一来张无忌自然就完全受到致命的打击 重伤也是自然 而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玄冥二老在跟其他人交手的时候 别的江湖中人都是有实力的 他们尽管对抗不了玄冥神掌 但是自身也有抵抗之力 再不然可以躲过去 另外出手的人也得看是谁 如果是杨潇泛瑶等人 他们自然不会轻易被玄冥神掌伤到 若是张三丰这种志强的人出手 这样一来反倒是玄冥二老需要忌惮 因为玄冥二老打不打得过张三丰是一回事 且张三丰曾说过 若是使用者的内力比对手差 那么反而是会遭到玄冥神掌的反食 因而玄冥二老要是想使用玄冥神掌的时候 也是需要点亮的 他们并不会轻易使出这个杀招 既有可能让人躲过 也有可能遇到更强的人 所以他们只有碰到张无忌 当时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 才能将玄冥神掌的威力 用在张无忌身上导致他重伤 你认为为何只有张无忌被玄冥神掌重伤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